昨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菜价又创新高了 大台北平均批发价涨至每公斤53.8元的天价 较前天再涨了将近1成5 甚至超越去年风灾的菜价 已经是8年来的新高点 其中高丽菜涨幅8成 空心菜也涨了5成6 农业署表示因为连日休市 需求旺才会导致价格飙高 估计要到元宵节过后才会回问